躲在飯店裡逃不過警方 陰眼遭指控涉嫌吸睛男子 聽到警方問起金錢的流向 先為自己辯解 警方把飯店的房間 可能藏錢地點 通通發了一遍 打開男子隨身行李 全是現金 拍照存證在清點一疊又一疊的千元 和百元鈔票合計金額有上百萬元 狼狽落網的男子涉及投資吸金 開發撒現金或是與超跑合照 炫富取信投資人 男子原本在臺南經營洗鞋包店 用投資群組聲稱能夠代為操作股票 投資人遍及全臺 輾轉躲到臺北飯店 靠著女性朋友借名登記入住接印 陸網行隨身帶著超過百萬元現金 經過連日追查發現男子靠著入住好幾家 不同飯店都用現金支付眼人耳目 目前遭到指控吸金的金額高達一億兩千萬元 涉及違反銀行法 作案守法和金流流向等待釐清 三地新聞網上 永遠玉文談談報答